是蘇之鋒確實是來了 而且有真實的利多 什麼叫真實的利多呢 因為他確實要去綠月光故莊 他確實要撿台積電 對 沒錯 因為蘇之鋒來了 但是我們的觀眾也要了解 蘇之鋒跟黃仁星 你看這個新聞 你發現兩個個性是完全不一樣 黃仁星是外放型的 蘇之鋒是內斂的 所以黃仁星來的時候 很多都高調 到台大的畢業生的典禮 到了Computex都是很高調 蘇之鋒不想這麼高調 所以你看他陽明交大的 這個名義的博士 他也把它delay 他往後延 對 他來跟台廠的交流 是一個比較私下的 當然你說跟這個鴻基 河碩 英烈達 廣達 這個我們都知道 他特別要去拜訪一家公司 日夜光投控 為什麼 他的對手非打 黃仁星A100 H100的訂單全部尾外 給台積電來代工 台積電為什麼可以拿到輝打 所有這些高階的這個AI的GPU 為什麼 他有一個最先進的封裝 這個我們節目講過N次的 Corebox 對不對 很多顆的晶片把它堆疊在一塊 然後雖然效能跟這個功效提升永線 但是他成本可以cost down 而且你只要用這一個的話 產品很快就做好 就喪失容易 但是現在功不應求 Corebox功不應求 這個缺口聽說一成到兩成 那現在這個AMD的話 這個蘇之鋒 他的晶僻也要用Corebox 但是台積電產能都被輝打包索 沒有 那找誰來救援 只能找日夜光投控 所以他去特別拜訪日夜光投控 所以今天你看台積電今天跌勢快 大家擔心 禮拜四是不是會二度下修 對 二度下修 但是日夜光拉尾圈 對 你看日夜光就倒掉了 日夜光今天是漲的 但是蔡總 日夜光不管再怎麼厲害 產能有限 剛剛你也談到產能有缺口 應該是說功不應求 一成到兩成 所以他才要來故作 所以有沒有可能一部分的訂單 被三星給搶走 對 人家三星 我們看一下也是 有一定的水準的技術 雖然他良力 有時候都碰轟一點 但是你看台積電有COBOS 三星有S-Cube 什麼叫S-Cube 就靜態的記憶體叫S-RAM 封裝到EUV 就光刻機的7奈米製程的晶片 那它是一樣 它也是用3D的封裝 比平面2D的話 縮減的面積 傳輸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它效率會比較提高 其實就功耗跟效能來講 比台積電的COBOS它提高 它提高 而且面積可以縮小 那這個技術也很厲害 那這個技術很厲害的話 你現在講COBOS說 我現在產能不夠 台積電沒辦法 即使把裂光投控 拉進來也是沒辦法 沒辦法 那三星就來沒有這個 S-Cube比較好 來試試看 所以它可能就會把一些 AI晶片GPU代工的電單 把它搶走 這個是我們要擔心的 這個我們要擔心 事實上不只是台灣封AI 美國也在封AI AI股票呢 所以最新的消息是 三星遭博通幾下 現在全球半導體的市值排名呢 三星已經跌到第四 博通是第三囉 因為博通有推出AI超級電腦的 交換器晶片 要來對抗NVIDIA 所以我們在今天好好來談談博通 我們往下來看 我會發現博通呢 其實它的市值已經來到 3673億 那麼現在市值最高的 仍然是NVIDIA1.8兆 我們台積電排第25388億美元 那麼博通現在已經幾項 三星來到第三名 3673億 對 這個DUS牌還是靠AI 因為博通的話呢 是全球最大網路晶片 網通這個部分 最大的IC設計 它現在推出了一個 以太網路的交換器的晶片 它可以連結3.2萬顆的GPU 那麼多 所以我客戶用這個博通 它這個叫傑里科 傑里科的這個交換器的晶片 那你用去跟博通買了這個傑里科的話 你連結了這麼多的這個GPU 所以運算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用這個之後 你深層式的AI 你要把工作這個時間 大概都可以縮短了10% 但效率提高了10% 頻寬 頻寬的話就是記憶體的部分 是增加了4倍 功耗卻減少了40% 所以這個絕殺的5G出來了以後 你看它的市值已經是3600多億 那本來三星是前面也被擠下來 現在就看三星 三星這一次在AI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晶片的這個生產的良力 還有製程比不上台積電 但是它也沒有搭配其他的這些產品 沒有出來 它還是固守記憶體跟手機 所以它的市值 所以它的AI比較落後 比較落 那我回來看 盤面在今天為什麼出現 精益大起航呢 好 我覺得現在 我常講的一個新話 我再講一遍很重要 賣在期待賣在事實 以AI這一次的話 我們期待AI多厲害了 貢獻公司的業績的成長 好 現在事實要來了 這個禮拜開始 美國科技股的財報開始公布 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今天意外 我覺得有點意外 我們看台積電的盤中走勢 對 它灌壓幾乎收在低點 也沒有什麼利空 就是跌了10塊 跌了10塊 本來587的除息參考價 已經上去了 答案可能就是我們昨天講 萬一它二度下修今年的猜測 那大家就會聯想 假如禮拜是真的 這個發生這個事情的話 觀眾要注意 連台積電有這個AI 這麼濃厚的色彩 它都業績在下修 那你憑什麼 其他你憑什麼 對不對 你哪有那個本事跟台積電比 我們很客觀的來講 所以當這個財報出來的話 就是一個事實 你期待很高 你的事實 你的財報沒有化為實際的業績 股票會大跌 尤其今天的量是快5000億 通常我們股票 已經漲了一大段對不對 不是今天才開始漲 相關的股票都漲了很多了 通常漲了很多以後 爆出一個劑量 之後就是有變數 通常它暗示你有變數 那大盤今天爆出了4884億的區量 所以這是一個轉折點嗎 我覺得漲太多的股票 它那個事實就財報 公布出來以後 通常會利多出去 好 我們來投一下票 這會不會是AI族群的高檔反轉點 認為這個地方要趕快賣的 請給圈 請取盤 這個地方AI股到底要不要賣呢 好 我們看到有兩票要賣 一票不用賣 一票放中間 為什麼薇良說不用賣呢 因為我覺得一個族群 如果真的要結束行情的話 高檔股票會開始轉落 然後連低檔股也會稍後加入補跌 也就是說整個族群 它其實從強勢股到落後股 大家都是輪跌的狀況 可是目前來看我認為主力大戶 在AI這個族群 它當然有一些調節 可是資金轉到所謂的落後 補漲的股票 那我們可以看 如果以最近比較 所以主力確實一些漲多的股票 開始在割韭菜了 沒那麼嚴重 我覺得沒有到出貨 但是待會兒我們進步來談 因為主力它隨便賣隨便賺 當然會調節一些 可是因為現在看起來 國外的AI指標股 像超微 像輝達 其實也還是在多頭格局 所以我覺得不會這麼快 讓整個行情在這裡 就畫上句點